總統南投觀光重創 民宿經營慘淡 請幫幫我們吧 在前瞻預算當中 南投縣只有分配到0元 這個合理嗎 民進黨做的事情就是 他們就是敢 坦白講國民黨會丟掉政權 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們就是膽子小 我們就是不敢 所以馬鞭九當時被人家罵 就是說你天天都想當全民的總統 連陳水扁的故鄉 你給的預算都給得比 有些藍軍的縣市都還要多 馬鞭九就是公平 國民黨就覺得說 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們大家都應該要 公平的來照顧才對 可是你看民進黨的做法 就不是這樣 而且這個聲音 已經在社會上引起 很大的回響 像林明珍 林縣長 這在那裡就知道 南投人就這麼老實了 這兩位女士就是 大家就知道南投人就這麼漂亮 有氣質 你看林明珍 林縣長 一再的要求中央多給一點錢 我看到新竹縣的邱縣長 甚至講到說 布魯一毛錢都不給我們 換句話說只要給他一點點 就滿足了 可是你看 蔡英文有很公平的說 好 乾脆你們這些縣市長 都到總統府來 我請你們坐下來 尤其你們南軍的縣市長 你們覺得我不公平 那你們告訴我你們要多少 講得有道理我都給 林全也應該做這件事 沒有人做 他們甩都不甩 理都不理 所以我跟各位講 對於這樣的政黨 對於這樣的國家領導人 就只有一個辦法 教訓他 教訓的方式兩個 第一個 大家要爭氣一點 像林縣長他就握心長膽 對不對 握心長膽很辛苦 可是還是可以做出一些成績 第二個就是說 選舉的時候 就只有用選票教訓他 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 對不對 你不能像這些人 動不動就砍人家的頭 對不對 砍雕像的頭 我們就是要用選票 來教訓人家 像我們這麼好的立委 這麼好的縣長 大家就要繼續支持 他說對不對 有 謝謝 剛才林委員說趕 其實我們林明珍 林縣長也蠻趕的 就是第一個帶頭 把縣市的首長 一起去大陸爭取 路客來台 另外一個就是 一粒一秀率先砲打中央 這件事情 你心中有沒有覺得毛毛的 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一塊錢都分不到 我當一個行政首長 我應該擔負的責任 我要承擔 因為我每天在基層這樣情報 跟企業界 我們的勞工界 每天都在一起相處 他們的聲音 難道中央聽不到嗎 他們教訓連天 有好多的訂單 要來請這個工廠來做 但是老闆不敢接 為什麼 因為一休一休的關係 他要工人沒有工人 工人要加班 也沒有工廠要讓他加班 所以兩害嘛 算兩輸嘛 所以我聽了一直聽 一直聽到 實在是無法再忍耐下去 所以我就非常不客氣的 我在縣務會議 我就想請我們的法治師研究 我們藍頭縣政府 藍頭縣不實施以利 有沒有行走 不要只要被抓去關就好 所以我就這樣就把他在縣務會議 講出去 結果到這裡媒體報導出來 大家都說 館長你有家事你讚 所以我是認為 講對做對的事情 我們就正直接去鬥 所以我為了要一休一日的問題 我已經行文到勞動部 希望勞動部不要管那麼多 我們還是遵照勞計劃 一個月就休四天假 怎麼休 由勞工跟資方 大家來談好就好 我們來談好